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冬季蔡清華主長為我們介紹今天的演講者 各位校長 大家草安 好 抱歉 我剛剛在國小運動位那邊主持開幕 所以沿路了沒辦法在開幕典禮的時候 就跟大家見面 非常抱歉 今天我們非常的榮幸能夠邀請到嘉義大學吳之宜教授 來跟各位進行有關青少年輔導的專題演講 吳之宜教授可以說是國內在青少年輔導方面 可以說是首區監俱輯論與實務的學者 他是 他是 劉英德 這個德一定要講得很清楚 那個 英國 英大學 Redding Redding University Redding是那個 如果你念英文是Reading 閱讀那個字 在英國這個大學的校名要念成Redding 這是我非常嚮往的一所大學 當初我在填這個流血的申請的學校 這是我第一次緣 後來reject 因為沒有產學金 所以我才到美國去流血 因為他的名教教育也非常 那 吳教授從Redding University 拿到五十九月之後 回到台灣 他是修在中正大學的犯罪網誌研究所任教 所以我們在座瑞翔高中的吳校長 就是修過吳老師的課 我們在座也有吳教授的同學 小感高中的劉建志 有吳教授跟吳教授是同班同學組 四大同班同學組 所以吳教授他在中正大學犯罪網誌研究所 五星級的廁所 真的是一流了 所以我辦公室這方面 用力非常得勝 他們也在少年之間的運動 他們也做了一個舉持矯正教授 這方面教育方面 那他做多了最多的行李 那吃夢園到 早上到加一大學 我們現在在十八年度 研究所在學習 那我的印象中 因為我曾經參加 楊森燈教授所領導的 我們的領導的一個研究的團隊 幾乎每個月都要見面 那我的印象是 吳教授常常不成功 常常參加國際研討會 或者是到國外去 從事這個短期 一年半年的一個進修 曾經到過 曾經到過 美國馬力蘭大學 那麼我記得他對於這個 alternity school 這個我們說 另類教育 那這方面的話 他有 也 有 相當多的一個研究 那我剛剛在聊天的時候 其實跟各位講 我們吳教授 曾經有兩次的機會 也應邀請 要去擔任雲林跟嘉義的教育局長 不過他一直很理智 理智 所以他就沒有答應了 他不像我這個 拒絕了五六次之後 他就不小心就答應了 所以他剛剛問我說 是不是很辛苦 當然是很辛苦 不過 我還是希望 吳教授 對於青少年的輔導 終錯生 這方面有這麼多的 研究 還有一些實務的經驗 其實 不妨來嘗試一下 不過 可能要等那個 理智不清楚的時候 才會答應 那我們今天真的非常的榮幸 能夠 大老遠的從嘉義 把吳教授請來 那我想他一定可以提供給各位 非常清闢的觀點 因為他不只是在理論上面 他在實務方面 不管是在台灣 在美國 這一部分呢 他都有相當多的一個觀察 那麼還有研究 還有實務經驗 那我們是不是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 歡迎我們 吳志宜 吳教授 這太熱烈 感謝蔡局長的介紹 那各位校長 莊恩 其實我在這邊 聽局長在介紹我的時候呢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發現 我頭就越來越低這樣子 就越來越覺得不好意思 很少聽到這個 有人幫我介紹的這麼仔細 然後 以及這麼樣的 一美之詞 讓我 一方面一則一喜 一則也引用 因為擔心 我需要更努力 更努力 才能夠符合 局長對我的期待 那當然就我 是 是